行形色色的孤独的美食家 新一级上线了 武叔今天的目的地是东京都荒川区的挺屋 好久没这么早见工作了 幸好武叔昨晚早早就休息了 因此 他今天早上精神挺好 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武叔走到河边 深吸了一口清新空气 老实讲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几乎忘了这种闲逝的感觉 从岸边拾起一枚小石子 尝试着打水漂 虽用了职业棒球手的姿势 但只跳了两下 路过的中餐馆老板看见了 也不甘落后 走到河边试了试 结果只见起一个水花 两位中年男士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武叔再捡起一块石头 结果又是一个水花 于是默默地走了 好像平时也不太锻炼 两下子就觉得肩膀痛 但隔壁的中餐馆老板没放弃 他抓了一把石头 但这招式看起来不太行 因此一直成绩不佳 最糟的是浪费了时间 为了快点开电影课 他拼命骑自行车 意外在店前碰到了武叔 他对这家中式餐厅挺感兴趣 店名招牌都很普通 但放在现代反倒显得新颖 武叔做决定 中午就在这吃了 店里的墙壁泛黄 看着似乎开了好些年 武叔又到了选菜最犹豫的时候了 他瞅着菜单 努力想挑啥好 粽子在套餐中看起来挺不错 要是选中餐的话 不点个炒饭或八宝菜似乎说不通 麻婆豆腐和麻婆茄子最稳妥 这俩肯定不会错 再向下翻翻看 肉和海鲜还有饺子的选项也挺多 这时武叔又把目光投向了墙上的菜单 武叔对海鲜春卷和牡蠣料理也挺感兴趣的 每张桌子上都有专配的花椒盐工海鲜春卷使用 海鲜春卷肯定是这家的特色菜了 武叔已经摸清了这家店的特色 给我来份海鲜春卷和虾仁炒饭 我明白了 店里空间有限 所以能够听到厨房里炒菜的声音 锅铲和铁锅撞击发出的节奏和和谐 声音也在慢慢变化 炒饭慢慢变金黄 宛如炒饭在跳华尔兹 春卷裹好后下游锅炸 表皮金黄酥脆就能出锅 海鲜春卷切成两半成盘 切口处能看到虾和扇贝紧密相依 蘸点花椒盐 咬一口感觉脆爽 海鲜的鲜甜味直充味蕾 味道与花椒真是绝配 试试这个外观诱人的虾仁炒饭 每一只虾都大又Q弹 米粒分明 真的是天天都想吃了炒饭 老板偷偷从厨房看出头来 看到五叔吃的满足 笑了 搭配的鸡蛋汤口感柔和 这汤真传递了店主的真诚 一口汤配一口饭 简直让五叔难以自拔 喝完那碗汤后 五叔就格外关注这家店的面条口味 于是按照心情 再点了鸡肉面 但特意只要了半份 然后在胡椒盐里加了白醋和黄芥末 搅拌匀后拿春卷蘸着吃 味道又不一样了 小姐姐刚端上鸡肉面 五叔刚又多点了个粽子 看着像是今天要大吃碳水了 鸡肉面条全都吸满了高汤味 海鲜吃完接着来肉 五叔觉得自己的胃越来越健康了 再喝口汤 味道跟刚才的鸡蛋汤一样温和 不过味道却截然不同 喝得越多越觉得 深赶点粽子真是明智之举 粽子和蒸笼一起端上桌 不过是用荷叶而非粽叶包裹 糯米吸饱了荷叶的清香 搭配鸡肉面一起食用 香气在嘴里层层叠叠涌出 一边响一口气吃光 一边又舍不得吃完 感谢招待 五叔结账时 老板还主动给他一张集赏卡 希望五叔下次还能来 下次我们俩可以一起去河边比赛打水漂 五叔觉得这家店的菜还想再吃 那就多练习打水漂技术再来 孤独的美食家第二集终于播出了 上次尝试了海鲜春卷和粽子这些中式美食 五叔出门后突然有了工作安排 于是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 吃饱后没想到就困了 结果一上车就睡了一大觉 最后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 等下一个乘客进来时 出租车司机毛利真一郎 才注意到这个遗失的手机 他为了多赚钱 从早忙到晚上 晚上载了一对男女 他们可能因为饮酒加上女士 喷了太多香水 身上的气味实在是刺鼻 等女士一下车 男士马上开始狂喷香水 毛利觉得味道就像厕所用的空气清新剂 由于客人的刺鼻味道 和长时间开车导致的疲劳 毛利打算夜班后去常去的食堂 吃早饭再回家 肚子开始叫了 这家食堂位于东京足利区 食物都已经准备好了 摆在把台上 想吃啥自己放托盘里 小菜 鸡蛋 鱼肉 炸鸡 香肠 样样齐全 毛利选了米饭 他还加了几片萝卜泡菜 又加了肉末豆腐 炸肉饼和洋漆菜 熬夜工作后 这样暖心的早餐简直完美 豆腐滑嫩配肉香 让人胃口大开 炸肉饼外酥里嫩 虽然油炸 但早餐吃起来不绝油腻 再加点酱汁试试 这样的组合绝配了 至于洋漆菜小菜 小时候不爱 现在却很对味 不知何时开始爱上这个味道了 另一方面 武叔为了工作通宵达旦 天亮时才意识到手机不见了 幸亏他之前留下了低视发票 这才能找到出租车公司领回手机 接着也恰好走进了这家饭馆 很明显武叔特别喜欢这种食堂 因为这种接地气的小店 现在不多了 是选烤鱼还是选青花鱼呢 要不再来份小麻婆豆腐 炒菜的选项似乎格外丰富 看其他人迅速决定了自己的餐点 武叔觉得自己更犹豫了 吧台的菜色越堆越多 武叔再次回头看了看别人的餐盘 最后做出了决定 他点了份普通的米饭 搭配了味增青花鱼 调味茄子和纳豆 还额外点了份卤内脏 品尝了味增青花鱼 酱汁微甜带点辣 特别下饭 总的来说味道不错 虽然卤内脏在小店随处可见 但早餐能吃到还真不多 尤其是撒了那么多葱花 再撒点七味粉 味道更佳 配上香甜米饭 美味极了 而毛利的早饭快吃完了 剩饭都倒进肉末豆腐碗里 撒上些七味粉 混在一起的味道 武叔也把米饭掺进了卤内脏 汤泡饭确实是绝配 世上有谁不爱汤泡饭呢 出乎意料 毛利又端来了一小碗饭 搭配火腿和煎蛋 原来他昨晚没来得及吃饭 所以当才不吃晚餐 现在是吃早饭的时间了 最后把一切堆在米饭上 淋上酱油做成火腿蛋盖饭 不假思索 呼噜呼噜的狼吞虎咽 辛苦一夜 这一刻终于有了味解 武叔此刻正吃着味增茄子 虽然和之前的味增青花鱼 有点相似 但这味道真是棒极了 黏糊糊的纳豆 搅拌后铺在米饭上 吃起来同样会发出呼噜声 武叔现在特别后悔 主因是 每点个超大碗米饭 早上能吃到这么多菜 他真心希望 这食堂长久营业 这顿饭花了1320日元 确实非常值得 形形色色的孤独的美食家 第三集刚更新 之前 武叔和出租车司机毛利大叔 在食堂共享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不料毛利大叔当晚就遭遇追尾 紧急送医治疗 CT后他老实躺着 一度担心检查出了问题 幸好高原护士长确定他没事 这才让他安心 忙碌一夜的高原 觉得眼睛都模糊了 同事在休息时 想用精美便当 而他只买了便利店的三明治 紧急电话不断打来 三明治只咬了一口 他又匆忙回到工作岗位 或许现在辞职 去做研修部的教练 是更好的选项 对职业发展也有好处 但当他看到患者亲笔的感谢性 又感觉自己的工作充满意义 稍微累点没事 忙活了一整晚 高原总算是下班了 我开始饿了 他到了东京千代区的神保亭 对他而言 经过一晚上的辛苦工作 他想吃的肯定是肉 现在是该吃汉堡还是牛肉饭呢 还是去那家烤肉店吃上一顿吧 现在还不是饭点 店里人不多 打扰一下 我现在可以点烤肉吗 当然可以 高原在纸上写下了自己想点的菜 他很想吃排骨 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士 独自在烤肉店点排骨 似乎有些孤单 或许该点利己肉怎么样 但最后 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愿点了 他选了一份牛舌和一份排骨 还点了服务员推荐的锡纸烤大蒜和辣白菜 开始了他一人烤肉的新体验 大蒜先放进烤箱里 随后 高原铺上三片厚牛舌 肉变色后 他就配芝麻盐吃起来 经过一夜劳累 享受烤肉是件很幸福的事 吃一口肉 仿佛心被牵动 芝麻的香气 使牛舌更加美味 越吃越觉得难以抗拒 与商务人士的午餐相加杂 独享这顿早餐烤肉 实在没比这更幸福的了 这会儿 五叔也加入了 看表情 明显饿坏了 五叔刚到 就忙着要了碗排骨乌冬面 辣度有一道九级挑 听说泡菜辣度是一级 五叔直接挑了四级 烤炉上的排骨也烤好了 搭配米饭 绝了 这才是极致的享受 店员建议 他用菜叶把肉和烤软的大蒜 包起来一起吃 烤制软化的大蒜 果不其然 跟肉真是天作之和 高原尝试用辣白菜代替大蒜 风味完全不同 但都同样美味 五叔的四辣度 排骨乌冬面也上桌了 呼噜呼噜地 把浸满汤汁的乌冬 吸入口中 马上就能尝出来 汤是慢炖排骨熬成的 碗里的肉块很大 炖得特别软烂 一边吃面 一边喝汤 加肉 五叔的乌冬面 很快就吃完了 五叔那边吃得火热 高原则在享受 烤肉的宁静美好 他在菜叶上铺了点米饭 又加了两块排骨和辣白菜 这丰盛的美食 马上能补充能量 工作再来也行 只要能享受这美味的肉 回家睡个好觉就行 明天带上老花镜 还得继续努力 看高原吃得那么香 我的烤肉欲 一下子就被激起来了 不好意思 来份里脊和米饭 软嫩的里脊 沾满脂满盐 再把肉和米饭一口吃下去 这是叔叔吃烤肉的固定流程 刚才的乌冬面汤 不能浪费 泡点米饭 变个腊排骨汤泡饭 这就实现了 从乌冬面到米饭的碳水接力 形形色色的孤独的美食家 第四集终于上线了 本集武术要讲的是一位裁判的故事 他是香扑比赛的裁判 主持的都是重大比赛 但他也有烦恼 因为选手动作太快 他经常看不清 这种情况今天已多次发生 同事们总觉得他情绪低落 这次他因工作需要去外地 就到了一家香扑馆 已经准备好的计划 对方却总挑三减四 弄得他胃疼都要来了 可他又不能说不做了 只能把计划重新搞成白纸 为了大家能接受而再调整 每天上午训练场的厨房 都被超多食材 因为这些香扑选手 胃口真大 通常裁判都会跟着一起吃午饭 但今天他心情挺复杂的 想自己去吃个饭 饿了 他决定不行去车站前 选餐对他来说特别开心 年轻时常来这吃 婚后就少来了 这儿的章鱼烧味道不错 可是一个人吃挺孤单的 或许就随便吃个炸猪排套餐好了 但最终他选了这家洋食小馆 这家餐厅在奇遇县川口市 欢迎 请这边坐 菜单上的美食种类繁多 价格清明 他正在挣扎 不知道该点什么 旁边捉的菜上来了 这让他更加犹豫 他正要举手叫服务员 没想到被五叔抢先了 五叔点了胡椒塔塔酱汉堡 好的 马上就来 你好 我来点菜 我要这个 好的 他回头看了五次 想看看那位先生点了什么 这家餐厅的菜实在太多了 他很关心别人的选择 他点的菜很快就上了 一大盘 看着就让人馋 五叔尝了口 加了胡椒塔塔酱的汉堡肉 得说 胡椒和塔塔酱搭配得很棒 叔还真是头一遭碰到这条位 搭米饭吃 挺新鲜的 厚厚的猪排 因为裹面包糠炸的 所以特别酥脆 一咬皮就想脆 里头的肉又多汁 这让叔挺感慨 要是年轻时候 能吃到这么棒的肉就好了 裁判的餐也上桌了 米饭搭配味增汤成了基础 大盘子里摆着炸虾 煎蛋 汉堡肉和海胆奶油可乐饼 服务员给了个小提醒 这些菜味道挺重的 建议先不加酱料 试试味道 首选汉堡肉 这肉汁十足 真让人欲罢不能 一直陪伴着相扑选手 一起用餐 他好久没吃过这样的美食了 接着尝尝炸虾吧 酥脆外皮下 是极鲜美的味道 武叔已经在吃洋葱烧肉了 这味道 是尝汉堡的完美助力 裁判尝了几口卷心菜沙拉 接下来是重头戏 海胆奶油可乐饼 他一尝 就知道自己输了 海胆味道完全胜出 他给菜加了点酱汁 搭配盘中自带的塔塔酱 味道醇厚又不是爽口 这两种滋味仿佛相扑选手 在口中展开一场精彩的较量 真想为这位厨师颁发奖章 叔叔一口气把米饭吃得精光 这些虽看似普通家常菜 却有着家里做不出的风味 最后来碗味增汤顺顺味 看似没吃多少 其实正好 但因为是油炸食物和酱料 所以 确实给身体增加了不少能量 他从未想到 家附近西餐厅的海胆 这么美味 最后剩的汉堡肉 得和半熟煎蛋叠在米上 再淋上一些酱汁 搭配米饭一起吃最香 虽然大家一起 吃香铺火锅也挺好 但独自享受美食 更有滋味 谢谢招待 吃过饭后 他心情好多了 下午的工作 也能好好准备了 他回到了相铺馆 发现历士们正围着看视频 原来最近大家都很喜欢 桑拿玉的艺人的视频 那么武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我们下周再见 各式各样的孤独的美食家 第五集新鲜出炉了 武叔今天的探店地点 位于东京台东区东上野 本集要讲的美食家 是一位在桑拿中心工作的小姐姐 她叫邮箱里 休息时候 她常戴着大毛巾到公园练习 练上好几小时 工作时间一到 她就会准时到岗 用自己的名字卡片打卡 今天是她期盼已久的一天 换完衣服后 她开始整理衣橱 接着为每位客人 准备干净的衣物和毛巾 基本准备做得差不多时 麦格先生到了 他们俩上了天台 箱里展示了她刻苦练习的成果 但麦格先生似乎不太满意 他说如果算得上合格的话 不止脸 连脚都能感受到暖蒸气 看来邮箱里的技巧 还有待提高 原来挥动毛巾也需真心之举 麦格先生带来了她自己以前的毛巾 她因为奸商告别了常规工作 现在转行做拍摄体验桑拿的艺人 她决定把毛巾送给邮箱里练习 空闲时 邮箱里用那条毛巾练习 她拿了一桶水 步入桑拿室 我是下午三点开始复 则扇风的新唐油箱里 请大家多多照顾 加了一勺水之后 房间的温度马上升高了几度 然后她就拿起毛巾开始挥舞 扇了一会儿大风 她还得逐一照顾桑拿房里的客人 扇完麦格先生 接下来是我们的武叔 看武叔的表情似乎挺享受的 蒸完桑拿 武叔就来到了食堂 除了生姜烧肉这类菜 武叔对菜单上的熏制咖喱 产生了兴趣 熏制咖喱是如何制作的呢 他本打算点猪肉泡菜 但改点了熏制咖喱和火腿蛋 此时 油箱刚下班 感到肚子饿了 他决定换衣服后去食堂 这儿的茶水和酱料可以自取 想吃就自己去台上拿 武叔发现这个熏制酱油挺特别的 于是又点了炸火腿和串试试看 熏制咖喱和火腿蛋先上桌 武叔马上就闻到了熏制的香气 米饭拌着咖喱 没想到咖喱的味道居然会被盖过 一瓶 熏制味道更浓郁了 真的挺有意思 手和嘴似乎都忍不住了 这时候 武叔的炸物也上来了 他随手抓了旁 煸的酱油倒了上去 猪肉串特别好吃 武叔桑拿后浑身是汗 这时候吃串正好补充能量 后厨刚炒好香气四溢的生姜烧肉 肉片那么大吃起来很过瘾 刚做完高强度劳动 流了好多汗 生姜烧肉咸淡适中 补充流失的盐分 青椒的微苦搭配甜辣酱 味道绝了 这就是这里的生姜烧肉 特别好吃的秘诀 美味的菜和肉 是对自己心情劳动的回报 吃几口肉 再来块小腌菜 再搭配一碗热腾腾的味增汤 瞬间让人感觉全身轻松 沙拉旁边的通心粉 给香里带来意外的惊喜 他一直很喜欢这个 武叔这边的炸火腿也很赞 外酥里嫩非常多汁 武叔转头一看 自己还多点了普通的火腿蛋 这又来一遍 武叔突然记起熏制酱油 决定淋在蛋火腿上试试 鸡蛋半熟 非常嫩 一下就滑进嘴里了 真的 别小看 熏香跟煎蛋火腿的搭配 真挺好 两个陌生人同桌 享受着美食 这可是美食爱好者的幸福时光 吃完咖喱之后 武叔把剩下的火腿蛋 夹在米饭上 再淋上熏制酱油 就变成美味的熏制火腿蛋盖饭了 武叔这种创意 真是聪明极了 把最后一串闸串也吃掉 才是最完美的 武叔的一天 用桑拿暖身 美食 暖心 真让人的生活过的风味十足 挤大口米饭下肚 今天这顿真是吃得很满足 谢谢招待 油箱里差不多吃完了 最后是猪肉片裹青椒 这味道宛如桑拿食堂的特色 吃了这个后 他也想成为店里最有名的员工 今天的生姜烧肉格外好吃 因为特别加了爱意 感谢你的招待 工作一结束 油箱里就给外甥打电话了 看来他就是下期的美食家了 各自孤独的美食家 第六集更新了 一个男孩走到食堂门口 这个社区是专门为小孩做饭的 门口广告写道 将有一场亲子试吃活动 小孩免费用餐 大人一份只需200日元 男孩拍下了广告 临走时 一位路过的老伯捡起了他掉的钥匙 谢谢您 回到家的男孩直接上了笼 他已经习惯了家中无人的感觉 家里没大人 他的饭常常是外卖 简单一顿 米饭 肉饼 鸡蛋 在家平冷矿泉水 就成了晚餐 白天那位老伯的伴侣 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天天都是一人在家 晚饭就吃超市买的便当 再喝瓶冰镇啤酒 老伯没早上香后就出门逛 但其实也不知道去哪好 有时遇见邻居 因为不怎么聊得来 就总躲着不一起玩 这时 一位女士过来跟他打招呼 他在儿童食堂工作 老伯的伴侣 以前常去那帮厨 女人邀请老伯 次日到儿童食堂参加活动 但老伯 却拒绝了 女人坚持 明天会在儿童食堂等他 老伯回想 老伯曾多次邀请他去那里吃饭 他却从未去过 也许这是个机会 于是在活动当天 他终于去了 南海也到了 两人恰好在门口碰面 此时食堂还没开门 他俩被叫去当志愿者了 把胡萝卜切片和猪肉一起炖 鱼肉切片后 裹上面包糠炸一下 这鱼是附近鱼民送的 特别新鲜 有新志愿者来了 那是景之头五郎先生 请多照顾 五郎 本来是来送货的 不小心也成了志愿者 他自己说压根不会烹饪 大姐总能为他找到合适的岗位 只需把这堆菠菜分装进纸杯里 本来这活儿挺复杂 但五叔坐着坐着觉得还挺有趣 厨房里的鱼肉也炸好了 客人就要到了 大家都忙着做最后收尾 来这儿的客人大多是家庭 志愿者也有专门的就餐区 那边的男孩和老伯也饿了 肚子叫了 这儿的椅子桌子都挺小 这位高阁叔叔坐这挺 逗的 老伯先尝了猪肉炖萝卜 尝起来跟他老伴的手艺一样 虽淡淡味道绝了 他曾以为再也尝不到这味了 没想到这里的厨师都保留了这个味道 萝卜炖的完全入味了 而且一入口就能化开 特别适合配米饭一起吃 从叔叔那笑容就能看出他有多喜欢这口味 虽然汤看着简单 只放了油豆腐和裙带菜 但却有浓浓的家的味道 男孩平时总是外卖 对家里做的菜格外喜欢 吃得很投入 因为是自己动手做的 感觉味道格外美 连盘边的卷心菜丝也不放过 然后试试炸鱼 蘸着大家做的塔塔酱 这酱真是味道浓郁 特别和叔的口味 武叔又加了些酱汁 这味更适合成年人了 最后尝尝武叔自己做的芝麻菠菜 明显是简单的菜 但吃起来挺精致 孩子们纷纷去盛饭 叔叔看着也兴奋起来 旁边一桌一家四口共进晚餐 男孩等着爸妈回来 他们一家三口还要再来吃 今天这顿饭一分钱没花 三人吃的都很满意 爷爷还会在 来吧 肯定还会来 拜拜了 老婆想知道围裙哪里有卖的 他打算常来帮忙 早听老伴的一起来就好 男孩爸爸快从韩国回来了 机场的空姐都爱美食 他似乎是下一个美食家了 各自孤独的美食家最新一级上线了 本集介绍的是空姐小野 尽管空姐们身材管理严格 但他们对美食情有独钟 每次下班后都聚在更衣室讨论 这次旅行又品尝了哪些美味 空姐小野今天仅吃午饭 他打算忍五小时 晚上好好犒赏自己一顿 工作时 小野心里总想着美食 有时候下班后 他会去吃成吉思汗烤肉 去福岗那次 他也尝了不少火锅 这次武叔到访的是出云市 岛根县 第一顿就吃了荞麦面 加了葱花 紫菜和辣白菜 淋上了壶中的酱汁 我尝了一口 原本面上放着一个生鸡蛋 把面条和配料拌匀后 味道真的挺好的 店里到处都是西面的生香 然后添点山药泥 让面条更加滑嫩 味道比之前赞多了 武叔吃完拎包就走 接着 他得去另一家吃荞麦面 这回吃的是热汤面 武叔也是头一遭这样吃 把葱花 蒜泥和萝卜泥 全都倒进来 再浇上大量的酱汁 这味道跟刚才吃的不一样了 先吃几口面 再喝些热汤 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眼看六点下班时间快到了 小野最后一个小时 就是盯着食中 想到一会的蒜香烤肉 川端就兴奋不已 他突然被叫去帮忙 一落地就抵达出云市 拿着行李直奔酒店 小野累得直接躺床上了 肚子也饿了 那就去吃饭吧 他换成平时的衣服 离开酒店 出云的招牌是荞麦面 但现在觉得 他不够冲击 路上看到了卖关冬煮 和鱼料理的店 可都不合心意 直到他发现了一家饺子馆 欢迎来到 请随意选座 一听到煎饺子 滋啦滋啦的声音 就觉得更饿了 这儿 还能吃到麻婆豆腐 和炒米粉呢 武叔也在 他点了水饺 煎饺 还有炒米粉呢 这顿饭 简直是碳水的狂欢 咬一口煎饺 浓郁的大蒜味 立刻扑鼻而来 饺子皮煎得香脆可口 水饺的口感 别具一格 皮嫩滑 还可以喝到汤 炒米粉 加了丰富的蔬菜和肉片 吃起来一点不沾牙 反而觉得特别爽口 不好意思 能给我来份饺子 十斤饺子 和普通米饭吗 这家店的饺子 都是现点现做的 店主手饺特别麻烈 武叔发现小野指点了饺子配米饭 他觉得小野挺酷的 小野首先是了普通馅的饺子 一口饺子配一口米饭 简直绝配 让他鸡肠碌碌的肚子顿时满足了 饺子里还加了不少大蒜 也有助于补充体力 十斤饺子甜料更多样 沾点醋吃味更佳 小野觉得可以一直吃下去 叔叔偏爱醋配胡椒的调料 这样饺子味道有增满 腊油质量是饺子的关键 武叔用勺调起一个饺子 烧加一些腊油 接着整个吞下 味道确实不错 武叔又额外点了一份十斤饺子 今天既有荞麦面 也有饺子和米粉 武叔今天摄入了不少碳水化合物 但对他们而言 饺子只是配角 看着武叔调的酱汁 小野也索要了一个碟子试试看 果不其然 这将让饺子更美味 他以前都不知道这种方式 得把这招告诉朋友们 他将继续努力工作 飞往更多地方尝尝当地美食 这一餐小野花了1350日元 又是吃得饱饱的一天呢